巴西足球国家队24号以2比0夺下今年世界杯首胜 不过队长内玛尔却在首战就传出脚踝扭伤 而且有可能无法重返这次的比赛 一个剑步帅气进球 但这个画面已经无法在巴西队下场比赛中看到 目前确定28号巴西队第二场士族小组赛 对上瑞士内玛尔将遗憾无法出赛 不过国家队表示人队队长信心十足 队友们透露内玛尔受伤后一直接受24小时密集的物理治疗 希望以最快的速度痊愈重返球场带领巴西夺下第六个世界杯冠军 阿根廷球王梅西一步出机场就被媒体记者团团包围 人气和话题性都霸占世界球迷的心 尽管阿根廷今年世界杯首战失利大爆冷门败给阿拉伯 但27号搬回一城以2比0击败墨西哥 队长梅西更是拱不可没 尽管谣传今年将是梅西的最后一场世界杯 但已经有外媒爆料梅西与发甲巴黎圣日尔曼的合约 在明年夏天到期后将转战美国足联的国际迈阿密队 国际迈阿密队由英国传奇球星 同时也是今年担任世界杯大使的贝克汉 在2018年出资成立 旗下球星包括多次被一甲封为金靴王的伊古安 还有法国安格拉裔足球员马图迪 目前盛传梅西已经接近与国际迈阿密达成协议 合约价码很可能打破美国足联的记录 球王们拼死拼活为国争光 也让氏族赛更有看头 新闻林梅杰周成为报道 新闻林梅沙 新闻林词 替 救命 病人 病人